今年不少人都想打機直播 但要直播電腦固然要好之餘 要邊玩同時做直播控制 在同一部電腦上做完你都別說不麻煩 所以阿加圖明白直播用家的需求 近期就為空間不多的玩家帶來Stream Dead Mini Stream Dead Mini 是一個擁有6個操控鍵的直播控制器 每一個按鍵表面都有一個獨立的LED螢幕 方便大家適別功能 而Stream Dead系列主要是針對直播而設 所以它提供的軟件有著不同針對直播軟件和平台的設定 當中以Stream Lab以及Tweet的支援是最多的 至於Stream Dead Mini只有6個鍵 但因為它有一個Folder和Profile的Squatch 所以變相都可以很方便的操作 做法只要在Stream Dead的選項中 抽出Create Folder和Squatch的Profile Folder是可以無限擴展 再配合新增的Profile以及切換功能 這個3乘以空間就會相當好用 除了直播功能之外 軟件亦都可以提供快捷鍵 例如Ctrl、RT、S等都可以 可能在Bonosoft上或者PR上都可以用得到 就算不止片 軟件亦都可以提供快捷鍵 例如一按就可以去Shortcut 就是X-bar、淘寶、去哪裡都可以 為了令自己可以分辨到按鍵 當然就要用到DIY 軟件就許可利用圖片或者網絡設計按鍵的圖示 而官方網頁還可以設計控制器的背景 適合一班喜歡整色整衰的玩家 雙方在Stream Dead Mini的話 大家應該都是以直播為私 其他可能是剪片功能 或者當作是快捷鍵的話 就當作是一些輔助的東西了 今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喜歡的可以Like和Share 最重要當然可以訂閱和支持一下 如果有什麼想說想問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